我們兩個都沒有人伺服 今天我們兩個來講就在那裡 真的耶 這沒有說服力的 對啊 都說得這麼正經的 我們好像走錯桶了是不是 統一是每月十大好球回來了 不過原定球評阿姬是陳庸基 因為在比賽中發生小碰撞 改由金龍代班 那今天開始前 先來熱身一下吧 這個指導教練阿 然後跟三壘的這個指導教練阿 指導教練阿 大麥那個play嘛對不對 對啊 整個焦點都是螢幕的右下角阿 右下角 當天有在現場嗎 你有問他是八點四嗎 沒有我不知道 我是回來的時候我才知道的 他說為什麼腳太痛阿 他說剛剛在跳舞 哈哈哈哈 可能故意的啦 故意的 中一摔 好我們現在只是熱身好 我們現在先看第十 有 這時候看的是游擊手籃下來了 哦 重挺喔 重挺 這個 中間方向滾地球 轉身傳翼的 感覺是下方向沒有力 嗯 只要用爬的 嗯 有要用爬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中間嗎 對啊 怎麼會用爬的 要就撲下去嘛 那麼客氣做什麼 你看 好球 這個幾分 滿分十分 滿分十分 這個應該 七分有啦 哦 要轉身又要丟 沒有我五分而已 五分而已 因為他腳軟嗎 因為他腳軟 可是他丟球有彌補回來 第九 三壘手 紫豪 紫豪又來一個 Fly了 三壘方向 硬生生的是把 吳東龍這個抽不邊的一個 滾丁球給攔下來 他變壯 他變壯 嗯 反而他現在變壯 打擊力 力量 比較有 嗯 他會影響手臂嗎 其實三壘還好啦 三壘這樣其實 中規中矩 嗯 因為三壘的手臂 甚至比較反應的 如果是手袖頭的話 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 這個做得不錯 嗯 接到不急 有些會 很 側面的接到就會急著傳球 要把腳步做好再丟 非常好 七分 七分 嗯 你也七分 我也七分 然後現在我們看 那是飛第八名 還是來一個訴求 但是打得不是太底下 Jerry 喔Jerry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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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喔 這個是 這個不好接耶 高飛球 而且剛好那個 桃園那個有柱子 對啊 對啊 只要是 不會怕搶 應該 都比較好接一點 因為有 因為你在行進階的時候 有搶在那邊的話 你在從事的時候 你要顧搶 又要顧球的話 真的是有時候會 那個 關注力會分散 再來 Let's play 第七名 哇 哇 這球 打得滿紮實 喔 紫豪 紫豪 這一次跳起來 將這一個飛球給結殺出局 這算是紫豪日常而已 所以 這是要夠高才行嗎 還是 只要跳起來那個 Timing 剛好 因為 打出來那個球 你要瞬間反應其實 沒有那麼簡單 那跟前面那顆紫豪的比 滾地球那個你還要再喘 這個你可能就接著 這是一個反應而已 這個只要五分 這個可以拿六分好了 六分 我給五分好了 我給五分 很高嗎 神敗比較嚴格一點 第六名 陳庸基 邊線 這麼老了還能鋪 不簡單 一壘一壘 線邊 一壘 這我一定是給你滿分的嘛 這也是不用講的 三十八歲還能這樣鋪 真的不簡單 而且 而且這個 他鋪了 他的 鋪的範圍還蠻大的 那球已經快彈到線外去了 他可以給滿分 對 我要給滿分 是因為他贏氣 不是 如果換成我接 我也一樣滿分 國慶也是 國慶一定是滿分 第五名 第五名 梁佳龍打中外野方向 哇 林靖凱 最後 這也是林靖凱日常而已 所以這個應該 七分吧 如果你是球在你上面 沒有辦法看到球 那天生球感要很 對 如果速度不夠快接不到 你會 你會追著球 去接 那個速度不然 他感覺是 等在那邊撿下去 這一場好像是他第一次手遊擊 那你覺得他 遊擊 附撿手的不可 中規中矩啦 其實 而且 以他的守備能力 我覺得手哪個位置都沒有什麼 沒什麼問題 嗯 因為他的移動本來就是很快的 他秀的本來就是移動要很快 保衛 周圍 周圍要很明顯 電話球出手 打到了三游之間 陳庸基 跳步接到球中 快傳一壘 來得及 抓到了他 這個 不好的彈跳 就陳庸基 不規則彈跳 然後他跳起來 接到這顆球 陳庸基來說也是日常的 嗯 七分 七分 沒有哭是七分 沒有哭是正常的 嗯 正常說的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 正常守備 這應該不會在剪輯裡面吧 對啊 不能放進去 可是不規則彈跳不會很貼難嗎 他還有 還 因為他提早 不規則彈跳 說跳起來他還有時間反應 如果是在眼前那種不規則是比較難接的 那如果不規則到底應該要先閃還是要打個球 先接球 先接球嗎 然後打到臉 手操就是要去找球 嗯 對啊 先保護臉 因為我們是職業球隊 我們是職業球隊不能去閃球 除了是很快 像之前那個 資冠宇 打一個 然後 俊秀那個 俊秀那一個 那很快那一個 那第五 那個第一反應一定是閃了 他手套 他手套有拿起來 就是 剛好那個 他也看得比較高 這手套是保護 對啊 手套你還是要先保護 好 接下來第三名 雷腳修 曾經掌握得不錯 但是外野方向改變飛行距離還蠻遠的 不過這一次 轉身之後完成的接收 這個外野全能打下 然後接到直接中刀槍 其實這顆球 接到馬上撞到牆 這個是要非常要有勇氣 因為他只顧著球 沒有顧到牆壁 然後 他接到馬上撞到牆 是非常非常的痛 因為曾經我也是這樣子撞過 然後我受傷了 他還可以爬起來 所以我給10分 所以我已經真的很拚 這次算很拚 對 這個真的 正常在外野的話 在全能打下的話 可能都會去測量 我們還有多少的距離 可能就是那個 球出速太快了 他來不及看後面 他只顧著球而已 就兩個選擇 看你是要撞向還是要接球 他瞬間反應 可是他選擇接球 這沒辦法 那是行進尖的 這個接得很漂亮 這接得很漂亮 而且代表就知道他 直棒還沒有打很久 還對場地不瞭解 還對場地不瞭解 第二名 持球來了 但是 敵人 敵人 這個 這個就10分了 這個 鋪到又轉身 跪在地上在喘 嗯 這怎麼說 這 其他 球員應該都是 安打球 這算進凱的那一場 其實也可以算得上 對啊 所以 說實在的 看膩 每次都這樣子 好 第一名 第一名 中間方向的滾地球 哎呀 又是進去 穿 英雷 Auto 我給佣姬 19分 因為他38歲還劈腿 這是看佣姬劈腿吧 進凱啊 進凱啊 進凱 喔是看進凱 對 那個破約機 應該有點失戀 因為這顆他的移動 很大 然後打出來的球 又不是很快 所以他 轉身又丟一雷 丟出去的球的那個 速度 直接都還算 只有他辦得到 說實在的 因為 他丟出來的球 還有 品質 速度 還有準度 都給滿分 這給滿分 這給滿分 然後加上用機 用機的 噢 劈腿 他沒有跨 劈下去接 這應該是safe 對啊 如果是高國進球safe 哈哈哈哈 沒有啊 沒事沒事啊 所以他們要承定一點嗎 對 那裡面最印象的 應該進凱沒顆 最後一顆 還是最後一顆 嗯 那個 沒有幾個人做得來 對 真的 那第二名呢 欸 可以喔 我覺得用機那個 可能就滿高的 因為剛好是 滾地球 又在雷包的上面 又怕是 會打到雷包 他又準確那麼接觸 我覺得 那球也真的也不簡單 而且他的肺部 還在上面飛 對 漂亮 好 可以 可以打成功 謝謝你今天再打 所以我們都沒有撿到你的 我們兩個都沒人 對 今天 最沒有說服力的 對啊 都說到這麼正經典 我們好像走錯棚 是不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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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那 可以 不要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